人类可以飞出地球 飞到月球 飞到火星 但人类能否飞出太阳系呢 1977年 美国宇航局发射了著名的旅行者一号 深空探测器 2013年 首次宣布旅行者一号已经飞出太阳系 我们看似离飞出太阳系的目标不远 但事实上旅行者一号所谓已经飞出了太阳系 仅仅因为它远离太阳风的范围 但对于真正的太阳系边界 还有着很大一段距离 科学来说 太阳系的边界应该是奥尔特星云 根据目前的观测数据 科学家认为 奥尔特星云是一个覆盖整个太阳系的球形星云 主要由半径约为一光年的冰冷物体组成 这对人类来说是一段很长的距离 但对太阳系来说 并不多 因为太阳系外 奥尔特星云的边缘之间的距离约为 10万EU 太阳的重力场约为两光年 也就是说 只有飞出奥尔特星云 人类才能被视为飞出太阳系 一光年可能看起来不远 但事实上 这种距离超出了现代人类空间技术的控制 就旅行者一号的速度而言 飞出奥尔特星云将需要大约两万年的时间 旅行者一号是人类最快的飞行器 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今天的人类不能飞出太阳系 但是我们不需要惋惜 因为如果可核聚变技术能够实现 那么人类就有能力飞出太阳系 可控核聚变并不像光速那样遥远甚至不确定 如弯曲超空间等 目前由于可控核聚变技术缺乏突破 暂时人类未能实现远离太阳系的可能 事实上利用不受控制的核聚变 作为核脉冲航天器的动力技术也是可行的 在合理的设计下 未来人类达到10%的光速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人类生活的问题 最现实的就是人工智能和飞船 它需要携带人类的生活空间和自给自足的设备 维修机器人 备件 辐射屏蔽等 当然地球上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梦想 所以我们应该开发月球和近地小行星的资源 然后是主要的小行星 然后将氦三聚变燃料从气体巨行星的大气中提取出来 建造小行星的金属船 利用冰作为辐射屏蔽和流星屏蔽 考虑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估计在这些问题得以解决以后 人类还是有望飞出太阳系的 1 2 百分之许